奉主耶稣圣名正道 我们读启示录会看到四个妇人 在二章二十节有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喜别 十二章一节有怀孕的妇人 十七章一节有坐在种水之上的大淫妇 二十一章九节有羔羊的妻子就是新妇 我要讲的两个妇人是大淫妇和那怀孕的妇人 我只讲这两个妇人 因为那个大淫妇跟耶稣别 同样是代表魔鬼的仆人 大淫妇是在世界工作 也喜别是在教会工作 怀孕的妇人和新妇都同样是代表主的教会 怀孕的妇人是指教会 她要借作福音来生产那些得救的人 新妇是指教会要装饰整齐 一辈等候基督再来迎接 我先讲这一个怀孕的妇人 我们读启示录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六节 Revelation chapter 12 verses 1 to 6 Now a great sign appeared in heaven a woman clothed with the sun with the moon under her feet and on her head a garland of twelve stars then being with child she cried out in labor and in pain to give birth and another sign appeared in heaven behold a great fiery red dragon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seven diadems on his head his tail drew a third of the stars of heaven and threw them to the earth and the dragon stood before the woman who was ready to give birth to devour her child as soon as it was born she bore a male child who was to rule all nations with a rod of iron and her child was caught up to God and his throne then the woman fled into the wilderness where she has a place prepared by God that they should feed her there one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 days 按照这里所记载的内容 according to what is recorded here 一般人解释 这个妇人所生的男孩子 就是耶稣基督 people in general refer to the child that was born as Jesus Christ 那个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 要吞刺他所生的孩子 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魔鬼利用叙利王 要将降生为王的婴孩都杀了 这个孩子将来是要用铁杖管下万国的 那就是基督要来做万王之王 那这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那就是以耶稣基督护活升天去了 这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以后 那个妇人就逃到旷野 那在旷野那里有神给他益备的地方 那他就被养活一千二百六十天 那就是指主耶稣升天以后大约四十年 耶路撒冷被罗马军队摧毁了 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逃到外地去了 因此有人认为生这个男孩子的妇人一定就是玛利亚了 但是玛利亚她怎么样身披日头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呢 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玛利亚跟其他的信徒一同在耶路撒冷的一座楼房上 聚会一同祷告祈求主允许的圣灵 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跟没有什么特权 她没有什么特权 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妇人是指以色列国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 她投在十二星的冠冕 那就是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那基督又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 可是事实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以色列国早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不相信耶稣是弥赛 你看当耶稣升天以后 在耶路撒冷楼房聚会祷告的犹太人 只不过是大约一百二十人而已 当耶稣霍活升天以后 耶路撒冷被毁 那以色列人他们都逃亡到外地 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 因为他们不信基督 甚至把基督定死 而且说罪归到我们的身上 和我们的子孙身上 所以他们逃出去 其实是神对他们的审判 跟这里所说 这个妇人逃到匡野 是神为她预备一个地方来保护她 养活她 这个事实是不符合的 所以她的逃到 所以她的逃到 的地书 cannot be described as the flight of this woman into the wilderness to a place prepared by God for her 她有一个事实 我们看十二章的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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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章的十七节 十二章的十七节 这个龙跟这个妇人 其余的儿女争战 这些儿女们 就是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守神诫命 又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当然就是主耶稣的门徒 当时以色列十二支派 所有的人 他们都是 定死耶稣的人 他们绝对不是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所以这个妇人 不可能是指以色列国 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 这妇人是指主的教会 教会所生的儿女 才是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那一开始的时候 毕业节就说 这个天上显出大异象 这个异象被称为大异象 因为这是关乎神 在末后的日子 要借座教会 来拯救那一些得救的选民 对神来说 这是一件大事 对教会来说 这是关乎信徒 生命得救的一个争战 一个大争战 对魔鬼来说 这是关乎魔鬼最后的大攻击 在第十二节告诉我们 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地 吓到你们哪里去了 他真的是来势汹汹 这是他最后的一战 所以这是一个大异象 是我们大家都应该要留意的 这个大异象 让我们看到这个龙 要跟教会争战 可见的主的教会 就是一个属灵的战场 是魔鬼要跟主的儿女 交战的一个地方 因此我们做主儿女的 我们都要穿戴 主所赐的全副军装 那我们就能够得胜魔鬼的诡计 这是很可惜 教会有许多族的儿女 还没有察觉到这是一场战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安愉的日子 这是一个享乐的日子 甚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睡觉的日子 但是那些 他们也看到有一些信徒 甚至有一些工人 都被魔鬼掳去 成为魔鬼的仆人了 因此他们更加的谨慎 更加的穿戴军装 不敢放下脱下这个军装 所以主借着 启示录这个意象告诉我们 这不是一个安愉的日子 这是一个征战的日子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穿戴军装 要随时来面对魔鬼的攻击和阵战 因此我们更要警醒祷告 祈求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和攻击 魔鬼知道他的时候不多 我们知道我们的时候是不是不多 你看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尤其我们现在所面对这个冠状病毒 这不是给我们一个警钟 敲醒了我们吗 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那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妇人 她是生披日头的 这个日头就是指耶稣基督 我们请看 lu教福音第一章 Luke chapter 1 78跟79节 Luke chapter 1 verse 78 and 79 Luke chapter 1 verse 78 and 79 Luke chapter 1 verse 78 and 79 Through the tender mercy of our God with which the day spring from on high has visited us to give light to those who sit in darkness and the shadow of death to guide our feet into the way of peace 神叫清晨的日光就是耶稣基督从高天临到我们 这个妇人生披日头就是说教会要披戴基督 教会就是我们 我们要怎么样披戴基督呢 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说 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 披戴基督可以说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唯有基督才能够照亮坐在黑暗中死阴里的人 因为唯有基督才能够引我们的脚到真正平安的地方 没有披戴基督我们就真的是坐在黑暗死阴中的人 我们的脚走的不是真正平安的路 其实是像永远死亡的路 因为神看到我们身上的不洁净 神看到我们身上所犯的罪过 神在审判台前要审判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身上披戴基督 神看见基督的宝血已经绝尽了我们的罪 神看见基督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 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让我们可以坦然无际地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因此披戴基督真的是我们人生最重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 披戴基督不是受洗的时候 一次披戴就好 是一生都要披戴基督 也并不是在里面披戴基督 对不起 也不只是在里面披戴基督 但是里面却没有披戴基督 就像那些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你看他们披戴基督 你看他们披一些圣经的经文 然后放在小赫子里面 然后披戴在他们的戈上 和吸在他们的手背上 他们这样做是要让大家知道 他们都是那些披戴神的律法的人 但其实他们的内心却是违背神的律法的 这样在外表上披戴神的律法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在身体表面上来披戴基督 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披戴基督 那又有什么用呢 那又怎么样才是心里真正披戴基督 披戴基督就是以基督为头 是完全服从基督的话 如果我们是以人为头服从人的话 那是披戴人而不是披戴基督 披戴基督是荣耀基督 是高举基督的名 如果我们高举自己或者是荣耀自己的名 那是披戴自己不是披戴基督 披戴基督是效法基督 是表现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 如果我们效法世界表现出世俗的样子 那是披戴世界不是披戴基督 我们真的披戴基督吗 我们需要认真去想一想这个重大的问题 但也有人因此认为 披戴基督那真的是很辛苦也很累人 所以他们放下基督 不想再披戴基督 那你披戴世界不是更累吗 不是更空虚吗 你披戴你自己的罪 不是更内疚更不安吗 所以我们一生要披戴基督 不要披戴罪一生 这个妇人脚踏月亮 日头代表光明 月亮就代表黑暗 妇人脚踏月亮 就是教会有胜过黑暗全世的权柄 这个权柄是主耶稣赐给教会的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十九跟二十节 Luke chapter 10 verses 19 and 20 Luke 10 verses 19 and 20 Behold I give you the authority to trample on serpents and scorpions and over all the power of the enemy and nothing shall be of any means hurt you Nevertheless do not rejoice in this that the spirits are subject to you but rather rejoice because your names are written in heaven 主耶稣说得很清楚 我已经给你们全柄 可以践踏蛇和蟹子 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 这个你们不是只十二个使徒而已 你看在前面第十七节记载 那七十个人奉耶稣的名 出去传福音 他们回来报告 他们也一样赶鬼鬼 也服了他们 所以主耶稣把这个权柄 赐给整个教会 所以教会主的儿女 不管是大大小小 都不需要惧怕魔鬼的攻击 我们都可以信靠耶稣 奉耶稣的名赶鬼 你可不要误会说 我没有这个恩赐来赶鬼 赶鬼不是一个恩赐 你知道保罗谈到很多种恩赐是吗 里面有医病的恩赐 但是没有赶鬼的恩赐 不过我们通常习惯说 医病赶鬼的恩赐连在一起 但其实是有分别的 赶鬼是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 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是每一个主的儿女都有这个恩典 这个权柄来这样赶鬼的 但是只是 不是每一个主的儿女都有这样的信心 来信靠主的名 所以他们会害怕魔鬼 甚至有一些跟魔鬼妥协 不敢禁止了魔鬼 这实在是个很错误的思想 所以这个大义像让我们看到 这个妇人是脚踏月亮的 是主耶稣赐给教会 这个妇人这样的权柄 可以践踏一切黑暗的势力 我们相信主的权柄 我们信靠主的名 我们可以奉主的名赶鬼 我们可以凭做信心 抵挡魔鬼的攻击 也许你会感觉到 好像不能够一下子 就把鬼赶出去 所以这样我们就产生了 真的有这个权柄赶鬼吗 就像主耶稣的门徒赶鬼的时候 不也是一样 不能够把鬼赶出去吗 所以那个孩子的父亲 对耶稣说 我把我的富贵的孩子 带到你的门徒那边 可是他们都做不了什么 赶不了鬼 好像是土地不行 要请师父出马这样 甚至在怀疑 主啊你看你的门徒 不够功力 这个时候的门徒身上 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主耶稣问他 你相信吗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 在这个时候 你看他整个思想观念 调整过来 这并不是门徒 没有足够的功力 赶鬼 真正的问题是 我真的相信耶稣 信靠耶稣的名吗 所以我们看到 他立刻就对主说 主啊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才看清楚 赶鬼是要靠耶稣的名 信靠耶稣 不是信靠那些使徒们 使徒们也是一定要 信靠主 奉主的名 赶鬼的呀 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是 我们真的信靠耶稣吗 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是我们信心不足 我们真的需要主耶稣的帮助 那这样就没有 黑暗的势力 可以伤害我们的 如果你说有啊 某某弟兄 某某的人 不是被魔鬼所害吗 如果真的是被魔鬼所害 那就是因为他自己 给魔鬼留地步 或者他没有 披带基督 他放下基督 甚至离去基督 那当然他就成为 魔鬼可以吞斥的人 魔鬼不是可以随便 吞斥任何主的儿女 所以彼得说 魔鬼好像饥饿的狮子 在那边偏地游行 为什么偏地游行 要寻找可以吞斥的人 哪一些是他可以吞斥的人呢 是那些信靠基督 披带基督 跟从基督的人吗 当然不是 是那一些 给魔鬼留地步的人 是那些跟魔鬼妥协 跟魔鬼打交道的人 或者是那一些 放下基督 不再批带基督的人 那他们就成为 魔鬼可以吞斥的人 所以我们一方面 要求主帮助保守我们 一方面自己要帮助自己 不要成为魔鬼 可以吞斥的人 所以我们要 披带基督 我们要跟随基督 那这样断没有 黑暗的势力 可以害我们的 我们刚才讲到 十七节说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 来向主报告说 因你的名 就是鬼 也服了我们 那在二十节 主耶稣对他们说 然而 不要因鬼 服了你们 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 如果你在赶鬼的时候 那个鬼立刻就出去 你是不是很感谢 主满心喜了 那个被鬼扶的弟兄 他一家人 都非常地感谢你 甚至也会让你感觉到 你好像很特别的 所以你才有这个能力 赶鬼 鬼都服了你 因为你看到 有许多人赶鬼 但是好像没有功效 可是你祷告 赶鬼 功效 这么样的明显 这是你的一个试探 在这个时候 你会想起主的话吗 不要因为鬼 服了你 就欢喜 这个鬼 不是怕了你 他是怕了耶稣的名 所以你不要因为 这个鬼 服了你而高兴 我们如果真的服了基督 那才是真的 值得高兴的 因为我们的名字 必定会记录在天上 受洗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都记录在天上 我们从子以后 就是神的儿女 天上的家 是我们的 我们的名字 真的记录在天上 但离世的时候 你的名字 还在天上吗 我们请看 启示录第三章 第四跟第五节 第四跟第五节 给我们一个警告 主有权柄 把我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 主也有权柄 把我们在天上的名 涂抹的 谁的名 不会被主涂抹呢 就是那些 穿白衣的得胜者 主说 我必不从生命车上 涂抹他的名 因此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靠主 胜过罪恶的试探和引用 我们要穿白衣 不要让这个白衣 沾染的污味 如果真的沾染的污味 你真的要赶快 把它洗干净 要认真 认罪 悔改 祈求主 涂抹我们的罪 要不然你的名 就要被主涂抹了 主也说明 在人面前承认我的 将来在天父的面前 我也承认他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 不认主的话 将来在天上 主也不认我们 主会把我们的名 从天上涂抹的 我们会不认主吗 当然我们不会啊 就像彼得对主说 他死都不会离开基督 不承认基督的 可是当面对试探的时候 你看他一而再地否认基督 不敢承认基督了 所以我们现在讲 不会不承认主 但是真的面对考验 避拨的时候 我们能够勇敢承认主吗 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现在碰到一些小问题 我们都不敢承认主 被人家责问的一些 我们都不敢承认 我们真的是真耶稣教会的儿女 那将来我们面对 逼迫考验的时候 怎么样会勇敢 突然间勇敢来承认主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今天 有不少的信徒 因为某一些原因 他们就放弃主 离开主了 有一些为了一些利益 他们甚至像犹大一样 出卖主了 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 我们自己也要下定决心 告诉自己 不管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事情 我们都不离去主 放弃主 那主耶稣也绝对不会放弃我们 托墨我们的名的 这个妇人她头戴 十二星的冠冥 十二星是代表 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我们记得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 地上的沙那么多 可见亚伯拉罕有两种子孙 一种是地上的沙 就是亚伯拉罕属肉体的子孙 以色列人 一种是天上的星 那就是因为信耶稣基督 而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 冠冕是代表荣耀 也代表得胜 十二星的冠冕 就是代表 主允许亚伯拉罕属灵子孙 在天上的荣耀的产业 这个妇人头戴 这个十二星的冠冕 就是说 教会要承受 神允许给亚伯拉罕属灵子孙的荣耀产业 荣耀的冠冕 已经允许给你了 但将来你能不能够戴上 这个荣耀的冠冕呢 那就在意 你是不是一个得胜者 如果在信仰的考验当中 你不是一个得胜者 反而是一个失败者 那你就不能够戴上 这个运许给你的冠冕了 你反而要失去 这个运许的冠冕 主所运许的 都是实实在在的 这个冠冕是要赏赐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得胜者 所以启示录的弃教会 主耶稣都告诉我们 要成为教会的得胜者 弃教会所面对的问题都各不相同 但是主对他们的要求 不管在什么问题 你们都一样要成为得胜者 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不但是持守住这个信心 我们更要在这一场信仰的征战上 成为得胜者 而不是失败者 有许多信徒信心没有改变 但是你看到他在信仰的生活里面 他却是节节败退 主给我们时间 给我们机会 我们知道我们的失败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失败在哪里 我们不应该继续让我们 一直这样的失败下去 我们要靠主的帮助 我们要重新再来成为得胜者 那这样你才真的能够戴上 那荣耀的冠冕 承受那荣耀的产月 这个妇人怀了应 她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这个怀应就是指信徒在灵命成长的过程 你看你要引导一个牧道朋友 来信主 归入主的名下 真的是不容易的 有一些真的是要经过一番的挣扎 一番的挣扎 那你要牧养一个信徒的灵命成长 更不容易 这个过程当中要有许多的付出 你还要忍受许多的苦楚 有时候真的忍不住会呼叫出来 起伏每一个生产的妇女 都一样会呼叫 也许你用现在的科技动手术 在那一个时刻不会痛苦 可是过了以后你还不是一样会痛吗 就算肉体真的没有痛啊 你心灵一样有许多的痛啊 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Let's turn to Galatians chapter 4 乃十九节 verse 19 Galatians chapter 4 verse 19 Galatians 4 verse 19 My little children for whom I labor in birth again till Christ is formed in you 保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Paul mean by this phrase 以福音的真理来说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保罗以福音真理 生产了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 With gospel truth Paul gave birth to the Galatian Christians 但是他们很快就离开了基督的福音 去从别的福音 就是有人教导他们说 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不足以得救的 你还要信靠律法上的割礼 你才能够得救的 所以保罗为他们 再受生产之苦 再一次地把基督的福音真理 材质在他们的心里 知道基督在他们的心里形成了 也就是基督真的在他们的心里面 生根建造 对基督信心坚固 那这样就不会容易被这些 异教之风摇动 也不会盲目被欺骗而跟随了他们 那以属灵的生命来说 受洗后基督属灵的生命 就在我们里头 但是这个基督属灵的生命 就像出生的婴孩形状一样 需要逐渐地成长 以至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 这成长的属灵生命 就会表现出 完全基督的形象来 因此我们在福音真理上 或者在属灵生命上 我们都要追求基督成行在我们的心里 虽然要有很多的付出 虽然要忍受很多生产之苦 但生产了以后我们就欢喜快乐了 而且是永远地欢喜快乐 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说的 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但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每个人都做好我们的准备 要以魔鬼征战 并且要得胜魔鬼一切的试探和引用 更要追求让基督真的成行在我们的心里 请唱赞美诗两百四十四首 让我们现在唱赞美诗二百四十四 请不吝点赞美语